正用論文的創新點在於提出一套完整的法則 可以透過量測CNC的主軸跟45軸的電流 來達到線上估測切削率的目的 這技術應用非常廣泛 除了可以優化加工製程以外 也可以線上量測、天白跟道具模後 產業應用價值非常高 本研究在歷式加工機MV66A上進行驗證 實驗的過程中 我們截取動力技所車輛的切削率訊號 以本研究的技術進行一個比較 實驗結果顯示 X方向的平均RIS誤差在12.3% 外方向的誤差則是14% 這樣的結果證實 我們可以在不需要駕設的額外趕車系狀況下 也可以在線上進行切削率的顧測 希望藉由負財的纏繞 增強氣瓶、耐壓的強度 還有減輕氣瓶的重量 這樣的運作可以讓高壓氣瓶 適合在航太界使用 這個部分對於航太野業的發展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麼在這個製造的過程裡面 它也是屬於自動化的一環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類似傳統車廠的加工製程 來完成這樣的研究 本研究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是要將理論上設計出來的路徑規劃 應用在實體的機台上面 以及機台經過修改之後的一些機構問題 在經過與教授的討論以及針對參數進行修改之後 得以順意地完成論文 負責任人治? 在討論文中